AIT城市少女特训营 9号的上午是在东华大学举办三天的课程 AIT在台协会处长丽英杰 县长徐真伟 动华大学校长蔡涵杰 台湾维兰公司的董事长等人都到场来出席 并且非常感谢AIT在台协会 能够选择在东华大学举办 第一届的城市少女特训营活动 让东部的孩子能够和世界来接轨 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微软公司 国立东华大学远则科学教育基金会 共同举办首届城市少女特训营 9号上午在东华大学举行三天的课程 AIT在台协会处长表示 应用程式以及网络 让青年能够透过科技 了解彼此国际间的文化发展 也要感谢东华大学全力的协助 给予这一次的活动 希望从高中这个阶段 就开始培养女孩们的资讯技能 为职场竞争力打下基础 更要鼓励各位未来 在商业、科学、技术、政治和创意等领域 能占有异性之地 发挥于县人影响力 县长也表示科技来自于人性 科技改变了教育的现场 科技融合教育突破了传统的教育方式 我鼓励大家善用科技 但也不要被科技给操控了 许真伟并感谢AIT可以看见花莲的孩子 在东华大学举办这一场科技的教育课程 而这数十载十几二十年的科技发展 让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强大 周雅雅要在这里跟我们的孩子说 科技始终来与人性 而科技千万不要因为科技的太过的强大 而改变了人性以及人生 以及人生命的基本价值 我们要运用如何去运用科技 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更友善 然而这些的科技的辅助 让我们清洁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而我们可以用这些多出来的时间 可以去体验生活的美好 宇宙世界的伟大 以及造物者的奥妙 东华大学校长表示 虽然东华大学只有26岁 但是东华大学配合花年县政府推动科普教学 在各个国际上的学校评比当中 都可以看出东华大学的优势 AIT城市少女特训营在东华大学举办 也希望60位的高中生 能够看到东华大学的优势以及成果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